在2024年 人类只有25年的寿命 所有人的手臂上都会出现一个倒计时 一旦时间归零 就会立马见到太奶 唯一活下去的办法 就是不停地靠劳动换取时间 时间更是代替了金钱 吃饭购物都要支付时间 穷人每天必须疯狂工作续命 一旦摸鱼 就有可能直接没命 而富人却代代永生 奶奶和孙女看上去就像是亲姐妹 在这个世界 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就是生命 穷人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看时间 而威尔的生命只剩下24小时了 为了活下去 她每天必须拼命工作 从来不敢怠慢 而她的妈妈今年已经50岁了 看上去依旧年轻 这是因为她们的容貌永远只停留在25岁 妈妈好不容易存下了三天时间 但是明天就要花掉一大半用来支付房租和水电 不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威尔很懂事 早餐只买一杯打折的咖啡 每天都是跑不去时间机器厂上班 时间机器厂就相当于现在的银行 威尔天天都加班到很晚 但老板却经常以各种理由客扣她的加班费 威尔却敢怒不敢言 因为如果被开除了 他甚至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找到下一份工作 只能来到酒吧找自己的好兄弟吐槽 却发现今天酒吧里来了一个大富豪 手腕上的时间竟然有116年 任何一个在平民区生活的人都没见过这么多时间 这也导致很多人都盯上了这个富豪 威尔好心过去提醒对方快点离开 不然很快就会有人过来抢劫 但已经来不及了 一群时间大到冲进了酒吧 要对富豪动手 关键时刻 善良的威尔出手救了他 成功甩掉了大刀 结果富豪不领情 还怪威尔多管闲事 这让威尔头大了 富豪说到自己已经活了105年 这样永生的日子 他真的活腻了 来到平民区就是为了找死 威尔看到自己仅剩18小时 真想上去给他一个大鼻斗 富人又说了几句话 威尔彻底的猛了 为了控制人口的数量 平民区的物价会不停的上涨 不然都像富人一样永生 那社会的资源就不够分了 富人又随口提了一句 如果你和我一样有这么多时间 那你会怎么做呢 威尔的回答让富人出乎意料 那我就不用一直看手臂了 第二天 威尔醒来还是习惯性 瞅一眼自己的时间 居然足足多出了116年 原来是富人偷偷把时间全部给了他 旁边的玻璃上还写着一句话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威尔通过玻璃看向对面的大桥 富豪正坐在桥的边缘 随着他手上的生命到即时结束 整个人便坠入了河中 威尔虽然还是不太理解 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要赶紧离开 不然被人看见了 自己可能会被当成凶手 他先是找到了自己的好兄弟 直接赠送了10年给对方 然后又买了一束鲜花 在公交车站等妈妈下班 他已经计划好了 要带妈妈去富人去过更好的生活 可车到站后 他发现妈妈竟然不在车上 原来妈妈下班后付完房租水电 就只剩下了一个多小时 原本一个小时支付车费 就正好可以和威尔会合 到时候威尔就可以再分给他一些时间 但今天公交车突然涨价 需要支付两个小时 妈妈付不起 司机也很冷血 他只能选择一路狂奔 在时间耗尽之前快点和威尔碰面 威尔这边也心有灵犀 意识到妈妈可能有危险 于是也撒腿狂奔 母子二人开始核实肩赛跑 只差了一秒钟 就因为公交车临时涨价 威尔永远地失去了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妈妈 威尔终于明白 那个富豪为何会对这个冷漠的世界失望 也就在这一刻 威尔心里埋下了一颗 想要重建这个世界秩序的活种 为了防止穷人家里蹲 富人们直接取消现在的支付二维码 全部改成寿命支付 所有人活到25岁后 手臂上就会出现一个倒计时 时间是一年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不去打工挣更多的时间 那么倒计时一结束 你就会立马见到太奶 而富人只会长命百岁地活下去 除非活得不耐烦了 就有可能把时间施舍给穷人 活在底层的威尔便侥幸得到了116年的时间 决定脱离平民区 跻身富人区 他叫了一辆豪华专车 司机一开始有点不可思议 平民区怎么会有人打得起他这种豪车 但一看威尔手腕上的数字 瞬间换了负面孔 从平民区去富人区要经过三个收费站 第一个需要支付一个月的时间 第二个支付两个月 第三个需要支付一年 权贵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人分成369等 威尔刚来到富人区 就发现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因为他还保留着在平民区的习惯 一走路就会忍不住跑 要知道在这个地方根本没人会担时间 于是他也开始让自己脚步慢下来 在五星级酒店开最贵的套房 还找服务员打听有钱人一般都喜欢在哪里玩 服务员告诉他就是对面的皇家赌场 威尔走进去一看 这地方果然不是一般的好 光入场费就需要支付一年的寿命 威尔直接坐上了一张赌注最高的牌桌 坐他对面的是时间银行的行长 这家伙有将近一万年的时间 发现自己拿到了一副大牌 就直接把赌注加码到900年 这时候威尔如果想开牌 就必须赌上自己所有的时间 威尔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开干 很快 威尔手腕上只剩下了最后三秒钟 这种不要命的赌博方式 直接把行长的女儿阿曼达给看傻了 威尔这一把牌成功赢到了一千年时间 行长觉得威尔不是一般的有魄力 于是邀请威尔第二天去家里参加派对 在派对上 威尔见到了行长的家人 他们看起来像是姐妹花 实际上是祖孙三代 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 只要时间花不完 就可以长生不老 永远定格在25岁 不过威尔很快就看出 阿曼达虽然贵为千金 却过得并不快乐 因为一举一动都被保镖监视 就连跳个舞都要先得到批准 于是威尔趁保镖一步留神 直接把阿曼达带到了海边 然后就开始脱衣服 阿曼达一看威尔耀光屁股下海游泳 立马感到匪夷所思 阿曼达作为一个从小就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 哪能抵抗得住这种狂野 威尔又没穿衣服的帅小伙 平民区的穷小伙跑富人区掉金丝雀 凭借自己狂野奔放的魅力 成功攀上对方 本以为能当上门女婿 不料两人刚回到女方家里 一群警察就冲到了现场 把威尔摁在桌子上 扣押了所有的时间 只留两个小时给威尔主动认罪 原来之前那个富豪的尸体被发现了 警察认定威尔就是凶手 威尔发现无论如何解释都没人愿意相信他 大家对他这个来自底层的穷人 有着与生俱来的偏见 于是只能抓住机会夺下一把枪 劫持了阿曼达当人质 阿曼达毕竟是行长的女儿 警察见状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眼睁睁看着威尔逃离现场 但好像威尔从这一刻开始运气就变差了 逃到半路 车不小心撞翻了 阿曼达的时间也被平民区的时间大到抢走了 等到两人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各自的时间都只剩了半个小时 威尔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找自己的好兄弟续命 毕竟之前刚给过对方十年时间 可敲开门才发现 好兄弟由于一夜暴富 控制不住花天酒地 每两天就把自己给喝死了 看来有时候穷人诈富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时候阿曼达再一看表 只剩下了两分多钟 幸好身上有钻石二环 两人一路狂奔来到了一家当铺 赶在最后几秒钟换到了两天时间 终于暂时把命给续上了 接着又来到了电话亭 开始给阿曼达的行长爸爸打电话 要求支付一千年时间当赎金 不然就四票 可一直等到第二天天亮 赎金都没有到账 这下阿曼达也坐不住了 决定亲自打电话问老爸 只是电话刚接通 警察就通过定位找到了他们 为了救威尔 阿曼达头脑一热选择开枪 威尔趁机抢走了汽车 恢复冷静的阿曼达觉得自己很荒谬 现在直接从无辜的人质 变成了袭击警察的逃犯 干得漂亮 爱情这东西是真的容易上头 既然都走到这份上了 两人一合计 一不做二不休 一起去劫富济平 一开始 他们专抢富人 然后把抢到的时间 分给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但很快发现这样的效率还是太低 于是直接换了一辆大货车 去抢资本家的银行 一部分时间随机发放给路人 一部分直接充值到时间救济站 以确保那些快没时间活下去的低保护 每天都能领到一些免费的时间 不过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因为他们劫富济贫的举动 导致贫民区物价飞涨 相当于白杆 于是阿曼达提议 不如干一票大的 由他来当诱饵 直接去抢他的行长老爸 毕竟他爸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资本家 保险库里还藏着一百万年 当时行长老爸也是懵圈的 这到底要干多少缺德事 才能生出这么贴心的小棉袄 看着两人要把时间存储器拿走 行长老爸语重心长 不停地劝 财富平均分配给穷人 并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相反会变得更糟糕 因为人性归根结底是自私的 永远都不会满足 用不了多久 这个世界又会变成富的人越来越富 穷的人越来越穷 但威尔觉得就算是这样 也不能成为你们这些资本家残忍压榨穷人的借口 他想要的不是让所有人都得到永生 而是让所有人有出生的那一天 也有死亡的那一天 这才是这个世界该有的秩序 事后 两人带着时间存储器 一路躲避警察的枪林弹雨 来到了平民区 把时间分发了出去 平民们也自发地挡住警察 为他们争取到逃脱的机会 但是有一个警察特别的敬意 一直没有放弃 最终在野外追上了他们 但比较讽刺的是 资本家雇这些时间警察替他们卖命 却也只愿意支付微薄的工资 时间会每天打到警车上 但这个警察光顾着干活 忘记了领取 由于威尔和阿曼达本身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干这最后一票 所以他们也没给自己留时间 可就在两人准备共赴皇权的时候 威尔突然发现警车就停在不远处 命运总是出奇的相似 威尔拼命跑到警车上 领取了原本用于发放给警察的两天工资 然后争分夺秒的折返回去和阿曼达会合 好在这一次他成功 电影最后 平民区里所有的穷人都团结一致 穿过了路卡 来到了富人区 世界终于恢复了平衡 而威尔和阿曼达继续走上劫富济贫的道路